根据宋朝当时的社会生活 风物人情这些个史料进行佐证 最后确认了 这幅长卷就是千百年来 名文侠耳的清明上河图真迹 作者张泽敦 画的是北宋的都城东京汴梁 说不是发现两幅清明上河图吗 另外一个什么情况 专家们也一道把这个也断了断 这幅也不简单 这幅出自明代大画家裘英之手 它是照着明代的苏州城画的 大伙可能听过裘英版清明上河图 说的就是这一幅 它的艺术价值之高 也绝对称得上精品 上品 张泽敦画的那幅呢 收集了北京故宫博物院 镇院之宝啊 求英画的这幅现在就珍藏在我们辽宁省博物馆 强烈建议啊 大家在文物展出的时候都去看一看 亲身感受一下这个古画的风采 说到这儿我想起来 前几年故宫博物院展出清明上河图的时候 我排了得有四五个小时的长队 等看着这画的时候 真是这个浑身这个激动啊 我都快快哭出来了 其实呢咱也不懂古董 也不太懂鉴赏这些东西 但是文物它就有这种魅力 就让你能感受到一股历史的气息气场 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个清明上河图 很独特的地方 你看现在画画啊 基本上都是叫焦点透视 就是你站着不动 你朝一个地方看 近处的大远处的小 但你看清明上河图它不一样 它用的叫散点透视的画法 焦点的不断的变化 感觉就像是你一直在走 这个跟古人赏画的方式有关 咱们就说这个清明上河图啊 古人赏画不是说扑拉一下子 把这五米多全打开 它是呢拿着卷轴 从右往左打开一段 这一段看完卷回去 再把这段再打开 再看这一段 每回看的内容就是你两手之间 这四五十公分的画面 我觉得这挺有意思 就感觉啊 咱们在看画的人 是在跟着作者在不停地走 而清明上河图 它经历的宋 金 元 明 清 民国 这近千年的时光 也正在我们两手之间 缓缓地流淌 我最后探索了 我最后探索了 我们也颅心 是我地区太批导 love 我最后探索了 还在订阅是不是 新당히耳心 我最后探索的 下来 就是这个水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